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是今年嘎那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 讲述了野鹅唐湖区一场由电瓶车引发的周某的惨案 是什么样的魔力竟让昆汀塔伦蒂诺说出 这是我近几年来看过最美的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武汉 胡歌饰演的盗车贼周泽农在与对手团伙的火拼中意外枪杀了一名警察 警局对泽农开出了悬赏30万元的价码 融为逃犯的周泽农在武汉的法外之地野鹅湖逃亡 却在过程中意外遇见了名陪游女游艾艾 一段亡命之旅开始诞生 在电影里面周泽农已经五年没有回家 也许因为觉得给不到老婆孩子好的生活 他每天生活在边缘底层 不抱有任何希望的活着 直到他知道自己命值30万的时候 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那就是让自己老婆揭发自己 得到这30万的赏金 之后他遇到了贵伦美饰演的裴俑女 就是俗称的小姐 这一对男女凭睡相逢 带着各自的目的 在逃犯逃亡的过程中 裴俑女是他唯一可以和世界产生联系的一个人 也是他完成赏金计划的唯一途径 周泽农的妻子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他被警察要求配合调查 但他最后发现自己的丈夫将会面临生命危险 本能使他选择了不配合 从法律上来讲 他是不被支持的 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又是特别合乎逻辑 合乎人性的 影片里也有很多真实还原的镜头 剧组表示 把武汉所有能拍的城中村都拍到了 全片动用了2000个群众演员 并且群演都是本地居民 比如说在连足楼里面拍摄枪战 非常扰民 于是制片部门就很聪明地选择了楼里面的居民来当群演 这样他们本身也参与到了电影里面 拍小偷团伙的时候 也选择了当地的一些小混混来本色出演 要是从外面找别人来演 他们还会不高兴 因为没有谁能比他们更像流氓了 电影里的小偷大会也不是编的 2012年的时候 武汉真的发生过全国小偷代表大会 当时来自全国各省的小偷代表都在武汉聚集 把一个快捷连锁酒店的一层包了下来 互相交流经验 搞盗窃比赛 后来他们就被举报了 一锅端了 电影不仅真实 还血腥 国内电影院能看到这么血腥的电影 估计是头一刀 而能够拍出美感的 更是屈指可数 在南方车站中 导演雕一南就攻向了几场极为突出的 以雪作画的戏 其中最独创的一场戏 便是周泽东在逃离另一批黑帮团伙 对他的追捕时 拿起身边的长柄雨伞 直接捅穿了对方的肚子 并按下了开伞键 血浆喷洒出来 透明的雨伞瞬间被染成了血红色 还有一幕 是在一处海滨浴场的马戏团里 摆放在中间呢 便是上世纪90年代的游乐场中 十分流行的屏中雨 往里面投钱 整个装置便会旋转起来 就看到一个花瓶上一个女人的头颅 跟着旋转的节奏开始唱歌 也难怪昆汀讨论迪诺看得那么呆劲了 尤其是在这场引散杀人的戏 昆汀笑得尤其大声 对现死亡的价值有100种方式 周泽东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 是最完美的猎物 也是最完美的猎手 南方车站的聚会 明明是一个血腥悲伤的故事 却看出了迷人的浪漫 刁易难得是听不超前于时代 但一定超前于当下的中国 好啦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觉得电影值得看就点个赞吧 关注我带你看电影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